欢迎继续回到环宇学之界 在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 很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 谈到了美国众议院议长 Kevin McCarthy呢 可能会在他的就任之前 要访问台湾 那么最近也看到了 这个美国媒体 Punchball News 他就报道说呢 McCarthy将会在就任之后 规划他还 虽然没有明确时间表 不过他是说 大概是春季要访问台湾 而且因为这个访问呢 美国国防部呢 正在准备当中 Ross我想问你的是 现在传出说 McCarthy在就任之后 春天 他说春季 但不知道是 到底是几月份 那春季的话 大概是四月五月 都有可能 那我想问你的是说 McCarthy自己的考量 就访问台湾这件事情 他自己个人的考量 还有包括共和党怎么想 还有白宫的盘算 可以做三方面来分析一下 因为国会是在四月 美国复活节会修会一阵子 所以那个时候 很多国会议员会出国 像去年 有一个参议员的访问团 有来台湾 那个时候Lindsey Graham 就在总统面前说 希望你们卖 Boeing的科技 对不对 那也是在四月份 所以常常会有国会议员 在四月份会出国 那他为什么会想来台湾 因为他曾经说他会 如果他当议长 他就会来台湾 就是遵守承诺 对 他必须保持他的承诺 所以如果他不来的话 银派就会批评他 你对中国不够强硬 所以他不能在大家面前 所以他必须要 这个承诺 他必须要来了 所以 那白宫呢 白宫 我觉得白宫也没什么传判 我的意思是说 国会议员想去哪里 他们就可以去 所以其实 白宫也没办法阻止他了 而且 去年 同党的Pelosi来台湾 拜登也没有阻止他 所以他怎么可能会阻止 一个反对党的 共和党的议长来 当然他们会反映 去年他们也向Pelosi 有反映 你去的话 Here's the risks 会 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 我继续想问的是说 上一次Pelosi来 已经引发了渲染大波了 台海之间的紧张 包括这个围台的军演 那这一次 你觉得美方因应 McCarse可能要来访问台湾 他们可能在 在相对应的回应上 比如说美方 白宫特别是白宫 做好哪些政治 跟军事上的一些准备吗 军事的就是 不管是空军或海军 就是在 在亚太地区 飞来飞去 比如说如果McCarse 先去别的国家 再飞来台湾 那美国空军海军 就会做相关的准备 那政治方面 如果之后 因为McCarse 飞来台湾 中国对台湾有什么 什么竞技的措施 贸易措施 比如说在一波禁止 台湾货品进口到大陆去 那或许拜登政府 就会对这个 二十亿贸易长亿的谈判 会加速这个speed 在几个月之内就会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宣布 所以当然会有政治方面的因应措施 但是我觉得不要一直问我美方美方 因为我觉得中天不是美方 也不是中方 是台湾是台湾了是台湾了是台湾政府到底欢迎不欢迎McCarthy来 不欢迎的话因为他来的话我们知道就像去年 Pelosi来有代价 不管是军事代价 贸易代价 经济代价了 那台湾政府到底欢迎不欢迎他 我觉得台湾政府不要说尊重美国什么什么官方说法 因为真的会有代价 所以如果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那好那就公开说我们欢迎 但是如果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的话 那应该是由台湾政府说 这个时候不方便请你不要来 市長您觉得台湾这边会怎么回应 官方说法一定是要说欢迎 我说这个是官方说法 而且朝野两党也一定要这样讲 去年8月的时候 培洛西来访在野党也是表达欢迎的意思 因为就是说从台湾的在国际社会的角度 以及国家发展的立场一定是这个样子 那的确培洛西来有带来这么多的一个效果 那实际上目前的民进党政府 如何看可能的那个McCarthy来访呢 他愿不愿意跳出来 然后私底下撤回他们提出的这个邀请 我觉得这就是看民进党政府 在美中台的这个局里面 拿这个事情他觉得要获得什么 如果他要获得的是个人 比如说蔡总统个人政治声望的一个累积的话 我觉得他就会继续做下去 如果他有考量成盘局的话 这可以是他跟美国交换了一个筹码 跟拜登说我帮你解决了一个难题 那你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好处给台湾 这也是一个方式 官方说法一定是表达欢迎 但是尤其像今年的话 大家要面临选举的这个压力 那可是呢就得先因应好 或准备好中方可能有的反制的作为 因为你可以看到是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说 有一位这个在大陆的军事专家 王云飞他就分析说呢 共军可能会采取比上一次 佩洛西来台访问 更加全面震撼的行动方式 另外一位军事专家宋忠平则是估计说 共军会采取呢 更加常态化的方式来解决 让美方知道台海问题是绝对不容挑衅的 我们这边呢 国防部长邱国正则是表示说呢 国军平常就对可能的事情有所因应 而且在准备着手当中 但是国防部不会妄加评断 邱国正说呢 如果未来是如何或是有什么可能呢 当然都会纳入考虑 所以我想问您的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呢 共军可能在台海 他们刚刚讲说更加常态化 依照这学者的分析是 更加常态化的作为是什么样的作为 另外就是当这些反制美方的作为出现的时候 台湾我们这边特别要注意的是什么事情 战略上的思考跟去年8月一定会一样 那战术上呢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新的作法 这个是可能的 那我比较认为说 有两点是军事上不会做的 第一个不会真正封锁台湾的经济 以及对外的交通 去年8月事实上那个不叫封锁 那个就是演习而已 那个飞机可能要绕一下飞 可是飞机还是可以出入台湾 船部还是出入台湾 天然还是可以进来 这没有问题 第二个呢 基本上解放军呢 不会侵略台湾的领海跟领空 这个是绝对不会的 去年也没有嘛 去年的演习也没有 然后我觉得今年军舰跟飞机是不会进来的 那基本上这个问题呢不是军事问题 是一个政治问题 是一个战略问题 军事在这方面呢 战略问题在这里 军事在这方面其实是政治问题底下的一个战术问题 所以其实重点不在邱古正讲什么 这个是要看蔡总统以及国安卫秘书长 他们的一个思考 那两岸 如果McCarthy来的话 可能有怎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形式 我觉得有三种 一种就是T4T 共军的军机绕台或者出入西南空域 包括去年8月的一个军援 其实就是T4T 你戳我一下我就戳你一下 你戳我重我也戳你重 这样的一个精神是说 这次我戳你比较重了 下次我们可以回到一个起点 或可以再缓和 我戳你的时候就比较轻 另外一个就是切香肠 切香肠就是逼近一个边缘 目的我要你屈服 第三个呢叫边缘性策略 它可能是突如其来的 然后没办法让你预测的 不具有可预测性的一个动作 让你心生恐惧 让你觉得备受威胁 那目的也是要逼迫你改变你的底线 那从蔡英文总统就任到现在 民进党也都不接受九二公事 九二公事习近平说是地海神针 那台海有没有天翻地覆的一个大变化 有没有武力冲突非常紧张 形势事实上一直都没有 可见中共不会采取第二跟第三种 所以我觉得今年四月 如果可能是在四月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T4TOP 你戳我一下 那我一定会有相对的回应 就是这样子 像您刚刚所说的军事之上还有政治 那经贸是不是也是如此 怎么说台美在小年夜 接下来请安雅老师帮我们观察 这个台美在小年夜 1月20号这一天 结束了21世纪贸易倡议的 第二回合的实体谈判 南台科技大学助理教授朱岳中 教授他就分析说 这次谈判双方谈判的层级过低 台湾方面是派出了国贸局长 美方则是指派出了贸易的 助理贸易代表 所以无法有具体的成果 BBC却分析说 外界更关心的是 如果台美贸易倡议签订成功的话 是不是会对台湾加入 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 就是CPTPP或者是这个IPAT 印太经济价格有帮助 老师你怎么看 几个部分 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想法 第一个就是说 国贸局长是中华民国最高的 当者国际贸易的主管 这个Terence McCartin 他是China Affairs USTR 他管理是蒙古 中国 香港 澳门跟台湾 当然谈到很多两岸关系 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要 加有点更美国化一些 把蒙古一起丢进来谈 Terence本身他是中国的专家 他WTO当初中国进入2001年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一个专家 所以说这是非常务实的 今年因为美国跟中国都不是选举年 可是台湾是选举年 所以今年第四季会有结果 这是 第二部分就是说 美国有着常备管辖权 所以说他对大国是讲美国优先 对小国讲对等开放 那这个所谓的这个贸易的倡议 基本上就有点像是这个 当年台湾跟大陆谈这个 这个找抽清单 ACFA 就是你把一些简单争议性低的 贸易条件跟矛盾处理掉 大家Claim它的Victory 回去大家都觉得我做一些事情 那刚才另外提到就是说 台湾要做个反思 台湾基本上要有个give and take 就是说当你美牛跟美猪不开放的时候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你就是保护主义 所以你没办法谈更深层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像福茂 当初台湾跟大陆在谈 台湾的服务业这么强 大陆有这么大的服务市场 都谈不下来 所以基本上是有很大的问题 比方说韩国跟美国在谈FTA 它开放的步伐可以比美国还大 谈到最后美国不敢跟韩国谈下去 韩国可以融入到世界里面 它的BTS 它的鱿鱼游戏 它文化输出可以融入到世界 因为它有很强的民族性 它不怕美猪美牛进来 它就不吃 它照样在吃它自己的东西 所以当台湾不断地在讲什么 去中化等等 你入美化够彻底吗 就是说你英文能力够强吗 那刚才提到就是说CBTPP也好 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也好 这些有些变得很political 就是说这个过程就是说台湾 在谈这样的东西 是让自己进步 有成长性 让自己更国际化 可是并不代表就是说 台湾有足够的资格 可以坐在那边加入 变成人家一个member 关键还是说 有一个其中的关键 就是所谓的 您刚刚提到的开放的问题 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的 就是说在春节期间 大陆方面开放了一个 能说是一个礼物吗 金门高粱在大陆 又可以喝得到了 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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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